第十一节 行指眉头一簇,扭头一看,一束极为灼热的火光劈开了虚天渊中混沌的黑暗 神里自行指怀中探出头去,谎见漆黑被光亮灼烧出一个破洞 他看见了外面神色惊恶的仙人们,也看见了一步一步踏沉而来的凤来 神里唇角微动,他身上的光太过耀眼,让神里都看不清他的长相 但那样的气息,只感受过一次,他便知道 他每一步都迈得不虚不及,但谎眼之间便行至神里身边 他掌心一转,行指肩上的毒焰转瞬便被他授予掌心 他看了行指一眼,随即目光落在神里身上 将他五官细细看了一遍,凤来唇角动了动 最后却转过头,望着漆黑的虚天渊深处 继续迈不向前,带着你母亲的粪,活下去 话音一落,神里呼绝一股大力卷上周身 赤红的火焰将他与行指裹住 拖拽着把它们拉向续天渊外的光明 神里回过神来,这才知道他要做什么 他心头急乱,透过火焰围起来的壁垒 只摇摇地看见那个耀眼的身影越来越远 不行,他还没看清楚,还没感受清楚 不行,他欲逃出这火焰的包裹 但周身却使不出一点力气,虚天渊里的黑暗越来越远 这力量一直将他们稳稳地放到地上方才消失无际 神里伸手去揽,却只来得及触碰到最后的温暖 明明是那么着眼的火焰,但却一点也不伤人 他目光追随着火焰消失的方向看去 虚天渊大门已然不在,只在空中留下一个黑色的洞穴 像是把天撕出了一个伤口,而凤来送他们出来的那道光亮早已消失不见 神里只见微颤,正是茫然之际,护觉肩上一热 神里愕然回首,但见行指倚着他的肩头,口中血如泉涌 行指口中的鲜血不停地涌出 他捂住嘴,想推开神里 但手,确实那么无力,未将神里推动 他自己先倒向一旁,趴在地上,又呕出一大口血来 那习衣沉不染的白衣,他素来干净修长的手指 还有那张总是挂着淡淡微笑的脸庞 此时都被鲜血染得一片狼藉 行指,神里正然地换他 心头是从未有过的惧怕和仓皇 他几乎是跪着挪到行指身边,将他抱在自己的腿上 他的指尖与嘴唇颤抖的比行指还要厉害 为何,他伸手抹去行指嘴边的血 但立即又有血液涌出 将他的衣袖也染湿了 不是已经出来了吗 他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他代替我被埋在了须天渊里 他,神里哽咽,你怎么还会这样 冰凉的手掌被紧紧握住 行指的眼眸静静地看着神里 那双波澜不惊的黑眸里 仿似藏着让人平静下来的力量 他咽下喉头翻涌的兴气 气息虚弱 但神色间却没有半分软弱 神明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天外天会随着须天渊的消失而消失 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威胁三界存亡 天地间不再需要能与天道抗衡的力量 神这种由天而生的职位 也是受功成身退了 神明没有存在的理由 那又如何 神里紧紧握着他的手 声音仿似从喉咙里挤出来一样干涩 行止还有存在的理由 不是神明 只是你 只是行止 你还有那么多活下去的理由 若还可以 行止笑了笑 我活着的理由就只剩下神力了 天空中的须天渊猛烈地颤抖起来 黑暗的范围慢慢缩小 饶势行止如何将牙关咬紧 鲜血还是自他嘴角一出 他感觉到神力的手在不停地颤抖 慌乱地没有半点平时微风的模 神力此物 太不会照顾自己 太不会心疼自己 行止咳嗽了两声 若是可以 我想替你照顾你 但你心疼你 神力心口巨痛 仿似血脉都被揉碎了一般 你倒是说到做到啊 行止一笑 摇了摇头 舒儿猛烈地咳嗽起来 太多的鲜血 让神力几乎抓不稳他的手 许是他的表情太过哀伤 行止笑了笑道 字字提雪 我今日倒是玩了个彻底 也算是做了一次子归 当了一次你的同类 神力咬紧牙关 这种时候 只有你才开得出玩笑 一句话勾起太多往昔回忆 连行止也竟没下来 没了许久之后 他咧了咧嘴 三分叹息 三分无奈 还夹杂着几分乞求的意味 那 神力 你便笑一笑吧 眼泪趴得落在行止脸上 温热的泪滴 划过他满是鲜血的脸颊 洗出一道苍白的痕迹 神力敏唇 微笑 行止扭过头 闭上眼 一叹 实在 惨不忍睹 刚说完这话 行止忽而脸色一白 浑身肌肉磨地绷紧 与此同时 须天渊剧烈一颤 有碎裂的声音从天空中传来 神力愣愣地转过头 但见那空中的黑色空间如同瓷器一般 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打碎 碎片化为烟灰 里面封印的妖兽也好 野心也罢 都随着清风一吹 消失无际 阳光穿透瘴气 照在这片被虚天渊的黑暗 掩盖了千年的土地上 扫荡了所有黑暗 而在着眼的阳光之中 神力好似看见一束微弱的火焰 在空中跃动 它像叶子一样 慢慢飘落下来 没入大地 神力 它听见行指轻声问她 这是你梦里的那束阳光吗 神力望着她 不见她唇角在涌出血液 但不知为何 她心里却更加慌乱起来 不是 她说 不是 你得陪我一起 去找那样的阳光 那样的场景 真可惜 不过 我相信 以后你一定会找到的 她仿似泪极了似的 慢慢闭上了眼 那样的阳光 行指握住 神力掌心的手 渐渐没了力气 神力垂下头 握着她的手 让她手背贴着自己的脸颊 混账东西 她声音嘶哑 极低地说道 你明知道 我要找的 是那个晒着那样阳光的行指 混账东西 你让她 上哪儿再去找一个行指啊 然而 却没有谁再给她回应 天空中不知从哪儿飘落下来 絮絮绕绕的金色光辉 像是隆冬的大雪 铺天盖地洒了漫天 静力在旁的仙人们 皆抬头仰望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是神光 事行指神君归天的神光 仙人们舒尔齐齐跪下 俯首叩拜 恭送神君 恭送行指神君 这天地间最后一位神明 消失了 天道中士承认 她是以神的身份离开的嘛 天道中士 让她化成了天地间的一道生机 与万物同在 想天地同寿嘛 那她 岂不是连轮回 也无法遇见行指了 神力仰头 望着漫天金光 在那般璀璨的闪亮之中 她的双目 却渐渐暗淡了所有光芒 再也没有这样一个人了 她抱着怀里逐渐冰凉的身体 轻轻贴着她的脸颊 像是与她一同寂灭了呼吸 不知过了多久 有人走上前来 轻声唤道 必仓王 神力没有回应 那人顿了一顿 又道 必仓王神力 神君已然归天 神师不在 他身体也是不能随意滞留下界的 历代神君归天之后 皆要以三位真火 将其度化无形 必仓王 且将行指神君交于我吧 神力这才抬头看了来人一眼 竟是天地亲自来魔戒要人了 他垂下头 还是用那个姿势贴着行指 不行 天地脸色微变 但见神力这样 也未生气 直到神君尊体 唯有以三位真火火化 方能保世间最大周全 呵 神力冷笑 他在时 你们试试 要他保三界周全 护天下苍生 他死了 你们竟是连尸骨也不放过 还想让他的尸体 也为三界安宁做一份贡献 他抱住行指的手一紧 谋中疏地红光一闪 在天地跟前烧出一道壁垒 灼热的烈焰 静止烧掉了天地 并边几缕发丝 逼得天地不得不后退两步 你们有本事 便从本王手中将人抢过去罢 天地谋光一沉 又听神力道 若今日你们真将他抢去烧了 他日 我必仓王神力 必定火攻九中天 势必烧得你天界 片甲不留 他声音不大 但言语中的果断决绝 却听得在场之人无不胆寒 隔着火焰壁垒 众仙人皆看见了 神里那双燃血双眸 冷冷盯着他们 正僵持之际 幽兰呼而上前 行至天地身边一拜 帝君 行至神君 被三界苍生 置顾了一生 至少现在该还他自由了 他俯身跪下 幽兰恳求帝君 网开一面 皇爷爷 伏龙君 亦在幽兰身边 先衣袍跪下 神君虽已归天 但方才 大家有目共睹 神君定是愿意 和必仓王一起的 皇爷爷 即尊重神君 为何不在这时候 再给他一分 尊重和宽容 伏龙君 求皇爷爷开恩 天地见两小辈如此 眉头微醋 忽而身后 零零散散 又传来下跪求情的声音 他一愣 转过头 却见在场的仙人 无不俯首跪下 恳求于他 天地扫尸一圈 富儿一叹 转过头来 望着火焰壁垒后的神礼 最后目光一转 骆在行指以 安然闭目的脸上 罢了 他长叹 罢了罢了 言罢 拂袖而去 伏龙君与幽兰 这才起身 两人看了一眼 壁垒之后的神礼 一言未发 驾云而去 仙人们也跟着 他们渐渐离开 直至所有人都走完 神礼才撤了火焰 抱着行指 静静坐着 你自由了 他声色沙哑 你看 没人会再用神的身份 禁锢你了 但行指 已经不会再有任何反应 神礼抱着他 将头埋在他 冷冰冰的井窝里 嗅着他身上淡淡的香味 幻想着他下一刻 还会起来 漫天金光消失了踪迹 黄沙被风卷着一阵一阵的飘过 神礼不知在这里坐了多久 直到有人从远处来换到 王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